你好 欢迎收看3月9号的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脸佩贝 头条焦点来关注一把火烧了南部重要的文创基地 高雄市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金船火警 地点就在博尔特区贩卖文创商品的本东仓库 消防员货报来到现场 先是发现仓库冒出了浓烟 破门灌旧之后因为风势助长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整间仓库陷入火害 燃烧面积将近4000坪 虽然无人伤亡 不过业者听到了消息非常错愕 他们说经营8年多的心血全复制一句 非常的心痛又无奈 损失金额还要估计 文化局在后续也将启动修复作业 熊熊烈焰吞噬整座仓库 暗夜中火光亮了惊人 在强风助长下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局出动大批人力洒水灌旧 燃烧面积大约1200平方公尺 附近居民在宣访中被惊醒 有人看到仓库陷入火害 受到惊吓 发生活进的地点就是高雄博二的本东仓库 这里是由文化局向民间乘租的仓库商店 另一半则是空着的展场 挑高阁楼暖色调布置 贩卖各式文创用品和咖啡轻食 二零一三年创立 经营八年的心血 如今成了一片焦黑 复制一具 应该发生什么就面对什么这样就好 特别当然就是因为它的行价是快募的 所以说大家这栋仓库 你举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到 利息掉的挑战受损 我们也会尽快的来修复 幸好这起活迹没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还要调查 但建筑和商品毁于一旦 后续的修复作业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华市新闻孝星出现熊谢于欣 高雄报道